随后李长春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御守喜富士夫等日本经济界人士 李长春充分肯定两国经贸合作近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和封锁成果 他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给包括中日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 在此形势下作为亚洲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加强合作携手克服危机 对维护两国乃至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长春介绍了中国当前国内形势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他指出中国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为日本和世界各国企业克服危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希望更多的日本企业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多做实施 推动中日经贸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御守喜富士夫会长以及参加会见的日本企业负责人相继在发言中表示 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改善和发展势头感到高兴 愿采取积极措施为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上午李长春还会见了日本十一家孔子学院和六所孔子课堂负责人和所在大学的代表 并代表国家汉办宣布 为有兴趣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日本学生提供一定数额的暑期奖学金 李长春因切希望中日有关各方共同促进孔子课堂的发展 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深化民间交流做出更大贡献